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的区别 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都是吉他的一种 那么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有什么区别呢 民谣吉他是一种弹波乐器 形状与提琴相似 通常有六根弦 最早是美国西部乡村音乐的伴奏乐器 通常作为歌曲的伴奏形式出现 它在流行音乐、摇滚音乐、蓝调、名歌中被视为常用乐器 而古典吉他是一种根据200多年前式样成型的 以尼龙弦发声的乐器 手指直接弹奏 它对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都能诠释自如 这两种吉他的学习方法和方式也是不同的 古典吉他学习的过程中 是要经过正规的姿势、训练和循序渐渐的学习训练 而民谣吉他入门较简单 需在伴奏类型和节奏上多下功夫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